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位成德人 真真地走过李连杰 打过真子丹 在电影霍元甲中 他扮演的秦夜大战 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 而在电影夜问中 他扮演的廖师傅 又挑战了真子丹扮演的夜问 当然了 在这两场单挑中 他统统被打败了 但实际上 秦杰需要吗 他败给的其实是主角光环 了解他的人都说 要是现实中和这二位打起来 结果就不一定是什么样了 他是谁 他是陈之辉 也许您有所不知 陈之辉曾经是香港TVB的一名签约演员 那时 是涌现了一大批好剧的90年代初 所谓TVB的黄金年代 2006年时 正在拍摄古装剧大宋开国的他 银茶阳错在朋友推荐下 进了电影货原价剧组 他在精选角色的人中 仅评不到五分钟的几套拳法 运得真真喝彩 与人泰导演也有了兴趣 但因为不太信任一个才演电影的演员 只是用一句 我在想想将陈之辉打反 本来以为五元货原价了 没想到陈之辉第二天便接到电话 让他单反派主角秦夜戏份 陈之辉由此成功参演货原价 也就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 那个抱头还演的铁刀们秦夜了 为了在货原价中 演好武功不凡的黑道人物秦夜 当时已经48岁的陈之辉 每天都坚持三个小时的锻炼 初用一个小时变速跑 一个多小时打拳碗 他还要蹲十分钟的马步 正因为有了这种顽强的斗志 陈之辉在古月楼比武这场戏中 同李连杰扮演的货原价 打得昏天黑地 鸟静夜飞 为了一个镜头 两天两夜对着镜子练动作 第二天一拍即过 与李连杰的激烈打斗中 被刀锋划破鼻梁 血流满面而依然带伤台湾剩下的镜头 不用替身从五米高的楼梯 跳入水中倒皮李连杰 头甩360度一头撞碎一人高的大花亭 让李连杰的绝杀拳拳拳拳又升 在后期到北京为货原价配音时 又一次见到李连杰 李连杰同这个为了让影片更真实 而不要替身 伤痕累累 几乎破了像的陈志辉紧紧相拥 他打去但诚恳地对陈志辉说 你一定会红的 因为真子丹当年就是和我拍电影《英雄》 演对首戏受伤后才红的 影片中有一场戏 霍原甲的徒弟和和秦爷的小妾私通 被秦爷发现后暴打一顿 霍原甲不明真相 耐不住徒弟受辱 就大闹对方的寿宴 最后两个人在孤月楼一决生死 这场戏可以说是刀刀相逼 全凭真功夫实打 为了让影片更加具有真实感 陈志辉饰演的秦燕 还要从五米高的楼梯上跳入水中 倒皮李连杰饰演的霍原甲 本来导演设计一个动作 就是陈志辉空中360度 李连杰被打倒以后 后补翻 早到 可等到了实拍的时候 现实往往没有想象那么好 在与李连杰的激烈打斗中 陈志辉感觉一个东西碰到了鼻子上 当时整个感觉就是被人打酸鼻子了 等陈志辉下来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了 赶紧把手挡住脸 喊停 后来陈志辉的整个鼻梁骨倒霉骨折 全都破了 拿镜子一招的时候 陈志辉的心里咯噔一下 医生处理伤口的时候 陈志辉都能看到里面的骨头 事后 李连杰扳开玩笑说 你这是要火了的节奏 陈志辉被我刺伤了脸 他火了 你这个被我划破了鼻子肯定更火 拍摄夜问期间 很辛苦 在那部票房和口碑都很成功的夜问中 曾经被李连杰打红的陈志辉 要面对曾经同样被李连杰打的陈志辉 一位是有真功夫 一位是少被全传人 两者究竟碰出了怎样的火花 陈志辉笑着说 没太多火花 他左臂韧带撕裂 大拇指神经受损 剧组要拍他与真子丹的对手戏 需要他用左臂指着真子丹 陈志辉带伤回到片场 使出浑身力气咬着牙举起左臂 大汗淋漓 拍完夜问后 他休养了三个月才恢复健康 不知你是否记得 马超大战徐楚那场戏 据陈志辉回忆 那天拍摄地的气温 大概是零下十度左右 而剧情要求是 徐楚和马超要换马再战 而徐楚老师一时兴起 又脱了衣服 光着膀子就冲了过去 最关键的是 为了表达出徐楚的勇猛 陈志辉特别挑选了一匹 脾气极大的猎马 马队的负责人 曾经警告陈志辉 你若坚持骑这匹马 出了一切后果 我们不负责 但后来他还是选了这匹马 不为别的 就为了戏 在拍摄三国演艺期间 陈志辉因为演得又好 打得也漂亮 还会设计动作戏 结果得罪了当时的剧组的某些人 他被制片主任 无辜勒令回程得待命 说白了 就是他的存在 让很多演员 甚至动作指导 有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可正当他收拾行囊的时候 导演来了 听说了他的遭遇之后 导演甚至气愤到 把桌子给开翻 导演说 陈志辉你别走 你等着 今晚开会 你一定要出席 结果这次剧组的会议之后 陈志辉正式成为了 三国演艺剧组的一名动作指导 戏中那场著名的诸葛亮八卦阵 就是他设计的 台湾三国演艺 作为演员的陈志辉 意想不到的获得了 由中央电视台颁发的 优秀动作设计奖 陈志辉 火了 对于刚刚从成德走出来的陈志辉来说 观众的认可 股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他获得了影视同行的高度认可 当然 功夫皇帝的美颜 也对陈志辉起了莫大的鼓舞 2008年 月问筹拍的时候 陈志辉原定的角色 是樊少皇饰演的北方权势金山掌 由于片酬问题 陈志辉拒绝出演 当时影片中 金山掌是一个北方权势 红金宝大哥推荐陈志辉 可等剧组找到陈志辉 由于双方谈到片酬的问题 再加上当时陈志辉有点膨胀 他觉得自己拍了这么多大片子 片酬是不是也要适当的涨一点 但当时叶问剧组那边不同意 所以陈志辉后来就把这部戏推掉了 不远了 可过了一天之后 红金宝突然给他打电话 谦虚的喊他为老师 还说有事求他 陈志辉一听 有点懵圈了 有事求我 红金宝问他 你怎么没有答应过来演这个角色呢 这个角色很好的 这个剧本也很好 陈志辉无奈之下 只好答应红金宝 那你让他们给我再打个电话吧 我再跟他们谈谈 没过多长时间 叶问剧组再次打电话给陈志辉 于是他们就互相各让了一步 陈志辉就去了 但是去到之后 原本的角色被樊少皇演了 索性导演就让陈志辉演廖师傅 红金宝大哥 为什么指定让陈志辉去演 因为他们不懂邵北权和北方权 恰巧夜问这部戏里就有北方权 陈志辉需要帮助剧组设计动作 所以说樊少皇的动作设计 全都是陈志辉帮忙出动作的 陈志辉是河北承德人 精通于韶北权 是中国邵北权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他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炼家子 影片中最让人熟悉的莫过于夜问真子丹问陈志辉 了师傅 吃过饭没有 就是说陈志辉老师的片酬没给到位 所以蹭吃蹭喝应该也不过分吧 少年时 陈志辉入城的是歌舞团 芭蕾舞 古典舞 民族舞样样精通 因为他的出色 在从事歌舞专业八年的时间里 主演过多部舞剧 曾在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 是当时团力名副其实的台柱子 也争识少时的磨练 给了他异于常人的出色资质 才有了今天魂舞双拳的陈志辉 他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 在舞蹈事业进入成熟期时 他去学医 在街头行走时 他被到成德寻访的邵北权大师 首为徒弟 在避暑山庄里练舞时 他被设置组请去演戏 在进入演艺圈的二十多年 与他合作过的导演 五不赞叹陈志辉舞戏打得漂亮 温戏也相当的精彩 在哪位 不仅一切 在哪位 人生都仅了 人生都仅 人生都仅